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霍华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瞬间光环 赛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欢我一个太平天下 赛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欢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承襄啊 如果要是二次北伐 你是不是打算从陈仓进军啊 我如今真是怀念荆州啊 要是荆州在我们手里的话 北伐大军便可车船并进 数日之间抵达许长 粮草 军械 兵马 更可以源源相续 如今施了荆州 北伐大军每次出手 不得不经千里数到 约八百里擎穿 事倍功半不熟 稍有不慎 形势便会逆转 上次北伐就是因为延误太久 以至于接听之师功亏一篑 程将 你们退下吧 我给陛下写一份表彰 对啊 先帝 律汉贼不两立 王爷不偏岸 故托臣讨贼也 以先帝之名 良辰之财 也知臣罚曹魏 是已若敌强也 然而不罚贼 王爷必亡 与其坐儿待王不如拼立法治 臣受命至今 轻不安息 食不甘味 深知北伐必先南征 故有五岳渡炉 深入不毛之地 一安后方 臣非不自息 是知王爷不能偏安于蜀中 必奉先帝之意 徒北伐大局 何人呢 在下 姜梅 何事啊 丞相 子龙老将军 过世了 你 说什么 半个时辰前 子龙老将军 在他的府上过世了 他 他 苍天哪 断我一臂呀 先帝的五湖上家 无尽都亡谷殆尽了 是 子龙老将军 去世前 有何依言啊 臭老将军 在去世前 没有什么依言 只是大喊了三声 大喊什么 被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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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被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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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陛下 大都督曹修刚刚在石亭大败 为损失惨重 朝野不宁 三军惊害 此时正是北伐良机呀 子龙老将军刚刚过世 国师一筑 君者一帅 朕伤心之余 担心这是北伐的凶兆啊 陛下不必担心 臣夜观天下 地气难移 北斗晦暗 正和我军乏位 相夫啊 朕有一言 说出来你可不要生气啊 陛下请讲 你说 我们开国以来 魏军从来不敢犯我 倒是相夫频频攻伐人家 如果相夫不举兵的话 蜀魏无相安无事 这天下岂不太平吗 朕臣冒昧 陛下今年多大了 朕时期了 陛下青春年少 是孰魏无三国最年轻的军 今后的岁月还长着 可陛下知道臣多大了 相夫大概快五十了吧 五十有二 臣如果想偷安 完全可以不发挥 每日上朝下朝 过平安的日子 凭蜀中各处险要 二十年可保无余 可二十年之后呢 曹魏必会新兵伐蜀 到那时 臣早已顽固 可陛下才三十七呀 真的吗 凡偏拘异愈者 都不能久迟 要么进取 要么作望 臣之所以一再举兵被伐 那就是想在有生之年 攻取中原 谋定天下 只有到了那时候 陛下才能安享千秋大夜呀 哦 真明白了 不过相夫 你在表上说 至于北伐成败立顿 非臣之所能逆读也 你这话岂不是 知其不可违而强为之吗 与其坐以待毙 属于法治 大将军啊 你可来了 你快请吧 哎呀 皇上候你多时了 我听说几天前 皇上召见过那司马仪是吗 是 我还听说 皇上召见司马仪 他司马仪做的是天子皇驾 脚不沾地之伤欲揭是吗 是 大将军 你快请啊 我归为天子皇叔 太子太父 领提下兵马的大将军 却让我都瞧这门 一致走到这儿来 哎呀 大将军 你息怒 大将军啊 你尊贵 尊贵之人不予下沉计较 对不 大将军 快请吧 尊贵之人 快请快请 请 臣 叩见吴皇 曹真 朕命你多度雍良军情 令已经下了两个多月了 你却还在京都拖延着 不去雍良上任 陛下息怒 陈家中有些小事 安排完了我就走 曲怯还是纳妃 听歌还是管我 你只顾享乐 可知道编怪已经出大事 出什么大事了 你睁眼瞧瞧 你睁眼瞧瞧 诸葛亮再度北伐 率领三十万精兵 直奔陈仓而来 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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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他疯了 前次抄下他的后路 揭亭打败 揭亭之战 与你有何关系 那是人家司马仪的功劳 你只会劝朕 用曹氏宗亲 提防司马氏 我看照这样下去 司马氏是提防住了 可是江峡要丢给诸葛亮吗 三叔啊 我知道 你是嫌雍良苦寒 不愿前往上任 朕成全你 罢你全部权位 着司马仪来担任大都督 陛下 我不可啊陛下 陛下 臣这就往雍良寄任 我哪怕不要这把老骨头 我也要大败蜀军 为陛下建功 好 朕献你三日之内 前往雍良 独率三军迎战 如果再败 就不要回来见朕了 臣 领旨 把你的儿子曹爽也带上 让他上阵杀敌 历练历练吧 宗旨 原游 há 快要 journal 快要4号 放箭 不可让一人上场 给我死守 把他们偷偷杀掉 城上的位将 就是好招吧 正是他 大军围城以后 他死战不下